黄河在白银区自水川镇西峡口入境 到四龙镇大沙上出境 虽然流程只有38公里 但是因为这一段黄河沿岸 临近兰州白银城市圈 不仅是有名的菜篮子 也是两座城市的后花园 沿黄河顺流而下 我们来到大平凤圆花海 五颜六色的花朵在300亩大地上盛开 吸引游客休闲拍照 大平花海旁边的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 现代化温室里 种植的蔬菜水果 也能让游客感受采摘的乐趣 小唐 这就是我们的新建玻璃温室 我一走进来 高主任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比外面凉快好多 对 因为它这个玻璃温室的优点 就是夏天是有通风 还有遮阳降温设备 它就相当于空调一样 您说的这个调控是怎么调控 比如说它现在这个气温度高了 光照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外遮阳水源打开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温度高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顶天窗 还有我们的石莲分解 那边有这个水莲嘛 这边有分解 把它就相当于一个内部的这个空调 温室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 分为鱼菜共生水培区 立体品次型 以及立体椰康条栽培三个区 11种栽培模式 我们首先来到小白菜立体种植区 这就是我们那个立体种植的一种 六边塔的这个立体栽培 我能摸一下吗 它的这个湿度的感觉 其实有一点像海绵吸了水 我们又把它钻干的 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湿度 对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里面含水量很高 因为它的这个是就是定时的 你看从这个上面往下流 就刚好就进到这个海绵上面 完了就是15分钟留一次 是这个定时的 我觉得要是以后家里面真的做这样一个 宝塔形的一个种菜的这样一个装置 还挺好看的 就是 有点景观的感觉 就是现在就是好多家里面养花的 有些那比较爱好养菜的 就做一些管道的 有这个平行管道的 有这个立体管道的 都有 你这个不光可以种那个白菜 你可以这一行种小白菜 这一行种生菜 这一行种韭菜 所以种好多品种 无土栽培 不用天然土壤栽培作物 而将作物栽培在营养机制中 由营养液代替天然土壤 向作物提供水分养分 不仅能使作物正常生长 还可以提高土地和空间的利用率 解决病虫害等问题 我们这里面的主要科技就是 这个鱼菜共生 就是这个养鱼产生的这个鱼粪 通过我们的这个消化箱 接到我们的这个营养液池子里面 最后供我们的这个菜 吸收利用 我有一个问题啊 高主任 我们一路走过来看 觉得很有意思啊 菜都变得非常精细化 一棵一棵的 但实际上在产业运行当中 这样的成本会不会过高 对 这个的话 成本的话 肯定要比我们这个 就土壤栽培的话高 但是它的这个效益也比较高 像我们一般的话 土壤栽培的话 一年也就是种两到三茶 但是我们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架势 还有我们的这个立体栽培 在这个温室里面的话 它一年像叶子菜的话 就基本上是一个月就长 长得更快 对 长得更快 白银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成立于2011年 主要开展农业新奇数 核心品种的事业和推广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 园区将一些温室大棚 承包给当地村民 农闲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到园区务工 盘树是正值草莓大规模移苗 在另一个大棚 我们见到李兴在园区工作六年多的李翠香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做起来 这个苗子它不是 它还有一个这个 两面它不是一个柜子吗 就是把这个柜子栽到这个位置上 而且我看您这里还有间距是吧 哦 这一旁它就装了两顿 但是这苗子栽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根呢 它这个又放到托尾里面 卖到托尾头 它这卖出以后它就死了 哦 它反而还长不好了 不能埋太深 哦 从明苗子一定有浅点 浅一点 然后这样让它那个根系 还能够再往外发什么 哦 那像这些苗种好了 要缓多久啊 晚上有个十几天 就搬到咱们来打破你这种 草莓是这家农业示范园里 种植量比较大的一种水果 五十四岁的李翠香 家住水川枕西春村 做事汤时手脚麻利 从普通员工作起 如今负责高原下菜的种植 和蔬菜花卉的育苗 那像以前您还没有开始包大棚 过来工作的时候 家里面那个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没收个舒服机 一年住上包裹的话 收上两千斤包裹 也就收上一千多块钱 园区招收员工 优先考虑家庭困难 吃苦耐劳的村民 李翠香就是细心 有责任心 从普通员工提拔为队长 每月工资四千多元 此外她和丈夫还承包了三十亩地 金息对比 李翠香感慨万分 李翠香的言语间套着满意和家庭困难 她自己在园区上班 丈夫承包了园区的大棚种植蔬菜 一年下来也能有十万元收入 园区里承包大棚的有近百户 走进朱明亮的人参果种植大棚 一串串人参果长势喜人 哇 您好 两位 这人参果长得真好呀 这是已经种了多长时间了 这果子 这有八个多月了 这一棵长得好好啊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白白嫩嫩的 而且个头也大 是吧 这这么大的人参果呀 这个是品种不一样 还是它就是长的 这就是大果 这就是大果的 就是这种品种的 就是这种品种 那它长成熟了 能长得多大呢 这最大的水能长一斤 一两多 一斤二两 最大的 一颗呀 一个 一斤一两多 哇 本来这个人参果它这样 牧场的这个产量也比较高 像这个一模的的产量 将近在这个两万斤以上 这个就看它的这个 就是种植的周期 你像这个它就是 刚才说是十月份那个 十月份定制的嘛 现在的今年的话 三月份开始采摘 到八月份的话 相信已经采摘了五个月 哦 所以它的这个结果 其实很长呢 这个果子的话 就我们种种 比就是今年 今年的话就是 我建议它的话 就是不换苗 继续让它一直长 嗯 到明年七月份的话 我们再拉药 哦 这个就是无限生长 嗯 周明两家就在附近 原来在外武宫 后来回乡承包 农业示范园的大棚 种植水果 这个可不得也好 你不如你尝一下吧 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 哦 这两个 这两个就熟了 它这两个就是熟的 比较好的 嗯 这也好点 是不是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 也可以是这样 就看着发黄的 肯定就甜一些 那市场上都一般是五下的 我们是 这个是自然种树的 哦 所以更好 这采摘有什么讲究吗 这也不是 轻轻包包的 一般就下来了 嗯 好 哎呦 这一般就下来了 哇 看我这一颗长得还很漂亮 您刚才说说这是茄科的 我才发现 其实跟茄子长得是有点像 对对 尝尝看 嗯 这个口感 在市场上没得那好吃的多呢 我觉得还挺甜的 其实 含糖量的话 我们的含糖量能达到这个7%到8% 原产于南美洲的人参果引入中国后 在西南 西北 华中 华南等地都有种植 品尝黄河水浇灌下长出的人参果 味道更为浓郁 高启发告诉我们 这里的人参果品质好 跟黄河岸边的土壤肥沃 透气性好有关 也跟人参果的成熟度有关 成熟度达到95%以上的人参果 吃起来沙沙的 口感也更好 那像在这租这个大棚 可能算下来这个成本 是不是比农户们自己要建一个大棚 还是要核算很多 对对对 我们当时就是 我们建这个温室的初衷就是 因为我们园区当时就整合一些农业项目 打造这个一个农业示范园 就是起着一个就是带动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风险也小一点 那效益也比较可观 相当于大家在这租这个大棚 然后实际上种植的技术 然后也是你们来 教给大家 周明亮承包了园区两个大棚 一个大棚大于一亩 一年租金3000元 加上水电费 成本也就在四五千元 有技术人员做指导 他们可以灵活调整种植品种 临近花海 又可以吸引游客采摘 这每一年的收入和种的东西 都有变化吗 那有变化 第二年我就是一盆草莓 一盆西红柿 去年不是我就是 一盆草莓 一盆人参果 人参果 收入呢 都像您预料的一样 还不错吗 那一年的时候 打工的时候 一年的水就下来 就可能整个五六万块钱 到这样下来 第一年的水 可能有八九万 到十万块钱 一个棚啊 所以当时第一年 一下子就把这个信息 打上来了 到后来慢慢地 这几年的水 在栋的时候 旁边的那些棚 也有种植草莓 人参果是这些的 从大川渡到 现代农业示范园 黄河水浇灌下的 这片沃野里 我们感受到丰盛的喜悦 也感受到新的种植方式 和新技术 给黄河两岸 带来的新变化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